老鼠頭之亂又來了嗎 繼之前江西有學校出現鼠頭壓脖事件之後 有中國網友最近爆料華北理工大學的學生 在大學食堂吃飯 疑似也吃到了老鼠頭 校園再度爆發食安危機 甚至中國吉林還出現有學生制服外套 完全不保暖 一剪開發現裡面是塞紙條 學校坑前坑到學生頭上 也凸顯出來 中國地方激進根本毫無改善 鍾伯哥好像越來越糟 對 這段影片現在上熱的時候 為什麼呢 而且晚餐時間不要這樣子 對 真的是滿倒胃口的 說這個學生在食堂買了這一個飯 吃著吃著呢 他就覺得他夾起來這塊肉怪怪的 因為上面有胡鬚 牛肉怎麼會有胡鬚嘛 所以當然他就跟食堂反映說 這感覺不是牛肉啊 然後是我跟妳講 胡鬚的話就米老鼠啦 老鼠啊 米奇 但是呢 這個店家看了之後就說 你造謠 說你這個 詆毀我們商家的名譽 因為我們這個真的是牛肉 等一下這個網路現在 大家對這段影片呢 就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對 因為我們電視播出打馬賽克 但如果說觀眾朋友自己上網搜尋一下的話 這不是有胡鬚 有牙齒 對呀 有的人就覺得說 的確在還沒有調查清楚之前 你不能就馬上說這一定是老鼠 但有人就講 但就算他不是老鼠 他也一定不是牛肉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直接嘲諷店家說你們竟然直屬為牛 好 那現在這個調查結果是什麼 調查結果華北理工大學就直接已經出公告說就是你食堂的錯 而且還跟你食堂要解約 但食堂都還竟然很有底氣的說 我們沒有錯 你們不要詆毀我們 這裡頭有個貓膩你知道嗎 你知道華北理工大學在哪 他在河北的唐山 那如果他要招標這些我們說的這些餐飲的話 應該就當地嘛 當然就河北附近的 最遠也不要出河北嘛 對啊 你知道這家食堂來自於哪嗎 哪邊 來自於安徽的寧坡 不然你為什麼要招標 我覺得這招標過程怪怪的 你看我們把這地圖列出來 是 遠在1128公里外的食堂來這邊 你說這個服務上品質上難道不會出現 是不是靠關西進來才拿標的 不知道 對 不曉得這個到底是有啥作用 那另外還有一個媽媽發現 她的女兒的校服 因為最近不是變天了嘛 對 就她女兒說媽冷 媽我好冷 結果她媽就把她的這個外套拿出來看 一看什麼袖子裡面都是一些紙條 穿的外套還覺得冷 哪有人這個防風防水的校服外套裡面 是塞紙條或睡布的呢 塞紙怎麼可能保暖 這段影片家長把它拍出來之後 又上網給大家公平 一樣這個衣服的廠商也說 你造謠 你蹭流量 你誹謗我 好 但是這個影片現在是一面倒 不像剛剛那個大家還可能各說各話 這影片一面倒就講 說這個看起來就是你偷工減料 那後來這個一看大家這個網路上的這個 評論是一面倒之後 廠商就稍微收斂一點 就講說沒有啦 我們後來有調查啦 是防風防水的材質脫落 觀眾朋友你覺得像嗎 這像是防風防水材質脫落嗎 這根本就是裡面拉出了奇怪的填充物 都是不調嘛 你會發現現在很多要嘛就偷工減料 要嘛就是學校的招標有貓膩 要嘛就是巧立明目跟你要錢 敲詐 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很多地方都沒錢 真的要錢的方法都很一絕 你看在這邊我列出一個對話框 這個對話框大概就講現在不是開學嗎 我們曉得開學中國大陸 他們九年義務教育是沒有學費的 但是會有學雜費 也會有班費 他們就繳班費 那第一個月可能都繳多一點 就繳了五百塊的班費 已經繳五百了 結果第一個月而已 對 第一個月 還沒過 還沒過完 老師又說 不好意思 要再繳三百 那家長就砸鍋啦 家長就講啊 給了你五百 一個月還沒完 你又要三百 你就要八百 一個學校 一個班級是五十個人 乘以八百不是四萬塊人民幣嗎 那一個班級班費有 大概一百萬台幣也接近 然後一個月不夠花 好 我們來看這 我框起來的簡訊 這老師們的解釋是什麼 好 親愛的家長 因為我發現我們二四九班 都沒有給柯任老師一點心意 要賄賂喔 不是 現在這時候給什麼心意 中秋節嘛 心意 合理 OK 中秋節看到 再來 他說 還有我們接下來要辦運動會 我們要幫他們做一套 籃球的校服 制服 其實我說真的 當然一定還不止啦 因為後來老師去調查 家長去調查發現 老師用的板叉啦 或老師用的一些工具 全部都要這些班費支出 不過你幫我算一算 以中國大陸目前的物價 怎麼算也不會一百多萬吧 好 這段對話更有趣 這段對話我先不講 到底這錢是用來做什麼的 我先來跟你講 這些家長們之間的對話 你看其中有個爸爸姓楊 楊爸爸就說 這個好分數 每學期要交錢是什麼東西啊 他說這個錢交了有啥作用 後來別的父母就跟他解釋 說這個好分數原來是個APP 對 你猜這個APP要幹嘛 幹嘛的 就如果你的小孩學要念書 考完試之後到底考幾分 還有到底哪一題錯了 就發考俊懷定證就好 對嘛 我們的年代就是 回來就知道自己幾分嘛 錯哪一題 老師會在上面寫嘛 作文老師會評價嘛 沒有 現在都要用APP查 查自己考幾分 好 這合理也可以啦 好 然後查自己哪一題錯 對 然後呢 這APP要給錢 我看自己錯哪裡 要給錢 每期三十塊 那我不考試可以了吧 學生考試老師給的評語 或老師給的糾正 或老師給的分數 給學生看不是天經地義嗎 所以那個楊爸爸就講 他說我去問了別的學校 都不用收錢 為什麼就你們要收錢 結果現在弄到 這件事情也砸鍋 當地教育單位要查 為什麼這個學校 巧立明目收錢 你就知道現在他們地方就 有多缺錢缺到 什麼油頭都要得出來 好 地方政府缺錢啊 這個腦歪腦筋 弄到學生 弄到家長頭上 但是問題是啊 如果說啊 連這個支撐國家經濟的企業 都缺錢 看起來政府也不想幫忙 因為第一大房產 碧桂園都快搞了 難怪大家都缺成這樣子 碧桂園現在出什麼亂子啊 我跟各位講啊 八月也不過又兩個月前嘛 他突然要發行3.5億的新股 價值大概2.7億港幣 講白話 為什麼要發新股 你沒錢啊 所以你就跟投資人要錢嘛 我發新股嘛對不對 然後呢 不只耶 他除了籌資2.7億 他本身又被人家查出 他還有3.19億的貸款還沒還 加起來 全部目前啊 他光是近期的 短期內要償還的 債務就高達了15.98億 我還沒有乘以四了 是不是 好 就這時候呢 香港的這些企業們 就向碧桂園發出常債書 因為我說這個都是在香港嘛 要乘以四港幣嘛 要跟他說 你趕快給我還錢啊 因為感覺他很不妙 他快要躺平了 他快要躺下了 為什麼 因為有徵兆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發一個公告 這個公告大概是說什麼呢 是說他近幾個月 包括像是7月8月9月啊 他的銷售量跟去年同比 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抓9月最近吧 9月 你看一下 9月他的銷售金額 61.71 當然你會說這沒有概念 那我就跟去年同期比 降了八成 跟2021年比 降了快9成 連續兩年了 退步 我們通常可能跟去年同比 打個9折 就已經覺得 營收降個8成很離譜 是打兩折 你就是打一折 對一折了啦 對啊 打9折可能就被投資了 罵死你 你先打一折啊 好 那我再給大家看 碧桂園母公司旗下有個子公司 叫做碧桂園服務 他專門在做物業 這個物業呢 他的總裁就是照片當中的這位 他叫做李長江 這李長江我給大家看他的原因是 他最近不看了 而且你看喔 他也不知道從哪來的消息 知道公司已經快不行了 竟然能夠在早些兩個月前 就把他碧桂園服務的股票 套現了2800萬 就先出脫了 一定早有風生 按照明君對股市的了解 這個感覺是不是有內線呢 好 那許家印一倒蝴蝶效應就出來了 為什麼呢 恆大許家印他的債權人之一 河北昌州銀行 許家印跟他們應該有貸款 欠了132億新台幣 那你一想 許家印就還不出債了 那你是 他銀行倒啊 存物你會怎樣 我趕快去把錢領出來 對 你看那個畫面 晚上耶 晚上 深夜大排長龍 結果銀行就說 我們土董我們運 不用煩惱 我不相信 那沒關係 不然你把現金搬出來看看 他們就把現金牆 現金磚整個放在存物面前 存物一看 還是不相信 繼續擊隊 好 那許家印被抓之後 就出現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本來恆大總部 是在深圳 對 後來去年搬到廣州 因為那深圳是租的 就這一班 意外就曝光了 他原來在深圳的總部大樓是這樣 對 他最高是到42層 可是內部的員工都說 他們都只有去過到 最高只到40樓 神秘的41跟42 從來沒人去過 到底是幹嘛的 後來人家就懂的人就講 41其實就是一些餐廳 招待所 對 健身房 還有我們講的 KTV 42呢 42就是招待所 有公司員工爆料 許家印有時候 不但招待達官貴人 在上面 酒醉金迷甚至淫亂 還有一次許家印的太太 去上到42樓 看一下這俱樂部的內觀之後 看完走出來臉都黑了 氣都氣死了 對 那這裡頭 既然做了這麼多 疑似不可告人的事情 有人說還被錄起來了 而這個錄起來的影像 現在已經有可能被中央掌握 你橫大許家印用這樣的方式 來治理你的企業 難怪會倒台 也難怪現在中央必須虎頭砸 開砸處理 又是沒有辦法讓民眾 接受的判決嗎 去年5月份高雄發生一起凶殺案 嫌犯上家門找前妻 看到前妻男友在呼呼大睡 醋意大發拿水果刀 橫砍對方131刀 法官醫生考量嫌犯犯後坦誠犯刑 有教化的可能性判處 無期徒刑 讓家屬無法接受 而這樣的殘忍行為 不受到制裁 對家屬來說都是淋遲 23年前 新北市富二代因為追求女大聲不成 狂砍176刀 導致對方斃命 至今還沒有伏法 死者吞不下去 所以據說這個案情出現很多個靈異現象 其實我在想說 台灣到底現在是不是實質廢死 你如果真的要廢死的話 怎麼樣才能夠平復那個被害家屬的心 對不對 你總要給人家一個交代 不能說因為法律法官就判一個說 可教化或者什麼不符合兩公約的約定 對不對 你這樣就告訴人家的話 死者家屬怎麼能安心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去年5月對不對 有一個何姓的男子有沒有 他就跟他前妻姚姓前妻兩個人 就因為什麼 財產分配問題 還有那個子女的那個那個 歸屬問題有沒有 就常常會有一些爭執 好 那爭執也就算了對不對 他有一天就跟老婆又打了電話 跟前妻打了電話 又為了這些問題開始起爭場 之前他就懷疑說 你是不是有偷人對不對 就是外遇的問題嘛 這個對男人來講 當然去抓狂對不對 所以他那天吵完之後 火大 他就拿著備用鑰匙 雖然已經離婚了對不對 可是他有備用鑰匙 就回到他們家裡面去看 一進去一看的話 竟然有個陌生男子 只穿了一件內褲 躺在那個客廳的沙發裡面 呼呼大睡 是 我要去抓狂 就是你 害我跟我老婆離婚對不對 而且現在我老婆都不愛我 你看他就開始醋意大發 就拿了一把水果刀有沒有 就開始很刺對方 很砍對方對不對 一直刺到最後 這個被害的這個無性男子有沒有 他已經流血過多 就開始虛脫 身體就受不了 他竟然還拿著那個運動用的那個吊繩有沒有 就乾脆把他勒死 勒死在現場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前夫殺了人之後 他竟然還把水果刀丟到那個 那個摩托車裡面有沒有 騎著車就開始想要逃亡 說真的也不知道要走哪裡 最後竟然躲在古山車站旁邊的一個機房 維修的那個空間的那個小小小空間裡面有沒有 躲在那個地方 好 那抓到他這個之後 你知道嗎 這個一審 就判他說無期徒刑 那個為什麼 犯無期徒刑 判無期徒刑 因為人家他就想說 這個何姓嫌犯 到案之後他坦承所有犯罪 人我打的對不對 而且我就是氣憤 醋意大發才殺他對不對 所以法官講說 你第一時間就坦承你的犯罪 而且交代得清清楚楚 這叫做可教化 所以你很有教化的可能 所以就判無期徒刑 二審 因為你一審都已經判無期徒刑 我二審再更改 那個判決法條 或者是判決刑度的話 依然是可教化 對不對 好吧既然可教化 那就聽你一審的就可教化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問 到底這可教化三個字 要用什麼樣去評估 好 我們再講說 2012年 這個時間更久以前 這個是新竹科學園區 有一個高姓的女作業員 她後來就跟一個羅姓的女朋友 就在一起 那後來她就懷疑說 這個羅姓女友是不是 劈腿男同事 後來看她的手機 偷看她的手機發現說 這個手機裡面有簡訊 有照片 她就很火大一直問她 你這樣真是把她劈腿對不對 她就開始拿著刀就開始猛刺 後來你知道嗎 刺到最後 因為有鄰居聽到說 那個哭喊聲很大聲 就講那個房東說 你拿那個備用鑰匙進去 一開門進去 看到之後這個高女 手上還拿著刀子 還繼續再刺 房東都開門了 她還在繼續傷害對方 人家就一直在刺 刺到最後完全沒有心跳 而且脈搏呼吸都沒有了對不對 而且身體警方到現場 拒報到現場的時候 竟然插刺完之後 這個女生這個死者有沒有 已經這個羅姓女子身上 已經沒有出血現象 血流光光了 標示說他掉很久的 掉到尾都流完而已 對不對 好啦 那不管 而且這個嫌犯最誇張的是怎樣 他辭刑中完之後 坐沙發上 辭平板電腦在FB上 還留言你知道嗎 還打電話給那個羅姓女子 他的前夫 跟那個男作業員 告訴人家說我殺人了對不對 好 那你覺得這麼冷血之後 太冷血了 法官怎麼辦 你知道嗎 他的關鍵就是還是一樣沒有判死 為什麼 高女一審判無期徒刑 後來檢方還沒有上訴 他覺得說 反正這個女生 他都已經承認了 這個案情很單純 現在台灣殺一個人 對 殺一個人不會判死刑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檢方後來檢察官 也沒有提起上訴 他覺得想說 無期徒刑 現在已經在台灣很多人 已經是破最重的 我上訴搞不好更輕 對家族更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沒上訴 而且高院就說 高院講說上訴不利益 並更禁止原則 意思就是說 你既然檢方沒上訴的話 我不能夠更判 對不對 還是判無期徒刑 一個發生在十年前 一個發生在去年 兩起呢 就是用持刀 用這個非常可怕的殘忍手段 殺死對方的案件 至今兩位兇嫌都還沒有伏法 不過說到 知己事件我非常印象深刻 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台灣社會 民風還很純樸 發生了非常可怕的情殺事件 一名富二代 遲到一百多刀 殺了一個追求不成的女大師 這個嫌犯 至今二十幾年 還沒有伏法 原因為什麼 這個案子就是王洪偉 這個一個建商小開 王洪偉 你知道那天 我還在媒體裡面當主管 高級主管 你知道我那天一大早 派了三部SNG車到淡水 派了四組記者 你給我去追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嫌犯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整個案件 發生過程之中 就是因為 有目擊者向警方報案 說有一個白色轎車 賓士車有沒有 撞了一個女生 撞完之後 還把這個女生 弄到後車廂裡面載走 所以現在下落不明 大家就 警方就趕著到現場 到現場什麼 一個便當 一雙拖鞋 還有一個黑色包包 這只有三個東西 車裡 人裡 都沒看 對不對 那怎麼辦 警方要趕快追 到底怎麼樣 有車主是誰 被綁的人是誰 我跟你講 有時候真的是 你知道警方還在那邊 到處去問人家說 有沒有看過這些東西的人 突然間有個女的 從那個公寓走下來 看到警方問她說 你有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她還看說 那不是我妹妹的東西嗎 她妹 她姐姐 她姐姐突然從家 家裡面走出來看到 就趕快指認 指認之後 她說你妹妹被人家撞到 目擊者講 被撞到被載走了 她姐姐馬上就講出一個名字 對 王洪偉 覺得就是那個男的 為什麼她馬上可以確定 是王洪偉 她說這個男生 一直追她的妹妹 追了多久 對不對 每天死殘亂打 就在這查的時候 查王洪偉下落的時候 你知道馬上就接獲一個報案 她說她旁邊 淡水山宮裡面 有個草叢裡面 有一個氣勢 男生被赤裸的那個女屍 躺在這邊你知道嗎 警方一到現場看的時候 嚇死 這個女的被氣勢也算了對不對 全身布滿刀痕了 後來你看 這個死者的手鐲有沒有 被砍到你看 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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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著手鐲都 砸得這樣你看 而且你知道 後來砸到的兇刀 這個行兇的兇刀你看 上面已經砍成這樣了 都燉了 對 已經砍成這樣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法醫相驗之後 全身上架中了176刀 而且這176刀全部都 往哪裡招呼你知道嗎 上半身 尤其是頭跟肩 對 到最後她的臉都已經毀容了 所以那個姐姐 她到現場去指認的時候 一看就知道說 那個妹妹 果然是她妹妹 為什麼警方說 你怎麼那麼確定 她說早上她妹妹要出門的時候 還穿著那一身衣服 問她姐姐說 我穿這樣好不好看 所以她一眼就認出來了 好嘛 那這個案子後來 一審的時候判無期徒刑 那可是二審為什麼敢判死刑 你知道嗎 因為二審的法官發現 當初她媽媽去看這個 王洪偉的時候有沒有 她就跟她講說 我們要有一個賠償對不對 她的賠償金上說 判了800多萬賠償對不對 她就講說 我先拿200萬 預付給這個對方 表示我們有賠償的決心 你知道嗎 王洪偉竟然跟她媽媽講什麼 你知道嗎 你現在就付給她200萬 到時候錢沒了 我被判死刑 人也沒了 那有什麼用 所以你看 二審法官 就這個時候還講這種話 對 毫無悔改之心 所以火大 就給你判死刑 對不對 好啦 那最高法院最後 也因為這個證據的話 不會上訴 所以死刑定驗對不對 可是2017年 我們檢察總長那時候檢察總 嚴大和對不對 他說啊 這個王洪偉是因為突遭情變 所以心情動不住 受不了 所以他不是被願意的 他是因為他被甩了 對 才會殺人 說他這樣 這樣不是殺人的理由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王洪偉還曾經講說 如果能夠出獄的話 我還願意跟這個死者冥婚 生前就不願 嫁給你 你死後還要跟人家冥婚對不對 所以他提起非常上訴的話 法院當然就駁回啊 他想要獲得輕判 所以提出這樣子 代表他真心悔改 所以根本就沒有悔改的思議嘛 所以 他每次提起非常上訴 全部都駁回 後來又申請在意 也是完全都駁回這樣 好啦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那個家屬 就透露一件事情 他覺得那個什麼 張姓女子被殺害之後 到目前為止 已經死了這麼多年了 心裡面的怨氣 還沒有完全消透 當然啊 他都還沒有判死 其實案發之後沒多久 這個作案的賓士車有沒有 被扣在那個派出所的保管廠裡面 那個警局的保管廠裡面 那個這台車說真的 沒台沒錢 常常在後面 後車廂自己騎 沒有人動耶 自己打開 對 這個後車廂是哪裡 就是後來裝那個張姓女子 家氣死錢 塞在這裡面嘛 而且你知道嗎 那沒台沒錢 那個警局的 那個警方 剛開始還覺得說 是不是車故障 後來看半天 根本沒這回事 有什麼 他自己會跳起來 警方自己後來也知道 自己有個默契 所以只要那個車廂跳起來之後 那個警方去處理 都要默念阿彌陀佛 好 那接下來 每次這個王洪偉要開庭的時候 一定遇到下雨 對 對不對 那個死者家屬講說 每次開庭 這麼這麼好水都會倒在下雨 而且更誇張的時候 那個下雨之後 這個張家的天花板 就會滲水下來 女生家裡 對 而且那個 不是是張 對 張家裡面就會因為滲水 而且滲水 那個天花板滲水之後 這個水他們一接之後 發現是紅色的水 什麼是紅色的水 你看還有出現那個天花板 還出現紅色的那個斑紋 有沒有 對 所以人家講說 這奇怪 那表示說他燒賣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 那個怨念還沒有消退 雙界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銘 敬請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